我现在工作其实做很多是 消费者的consumer insight 就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 然后对你做内容推荐嘛 那这其实是email marketing的其中一环 也就叫customer segmentation 那我想要先讲email marketing 为什么我这么的推大家去做 首先是因为 我觉得全世界不只是美国 连台湾也是 现在大家追求一个订阅制 订阅制的基础就是email address嘛 我要收集你的email 我才能去跟你定谐推播说 Cathy你买过了这只口红 我觉得另外一只口红 你也会特别喜欢 或者是我会透过你的email address 知道说你其实在网路上 有搜寻过什么样的东西 让我会推你说 听说你最近在研究meta的VR 那你要不要买看看 就是我们的广告是靠你的email address 去串联这所有的你的小秘密 所以我会觉得email marketing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那再来是说email marketing 有一些是会要求你去做coding 也就是html跟css 大家如果不晓得的话 可以先写下来之后再去google 那这其实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coding 我还记得我当初上一份工作 我做email marketing的时候 我其实只学了最重要的10个html的技能 我就去面试 然后我就拿到了工作机会 那其实我觉得这东西是以一个 我从来都没有coding经验 可是我可以很简单的自学 然后就去运用到我的工作上 然后所以是因为我会这样一点的基础 所以我相较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因为我会coding嘛 然后再来是 因为大家会用email address 去串联你整个你的网路上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去告诉 我们的老板啊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说 有多少的sales是来自于email 因为我可以用这样子去串联的方式 但相较social media 或是其他channel来说 我可能用social media的账号是用A 但是我最后购买的是用B 也就是我的email address 所以如果就是你做social media的话 你其实很难去跟老板说 你到底有多少sales是来自于social media 但是在email这边的话 我们是很容易的 因为基本上 大家虽然说有很多个email 但是顶多不就5到10个吗 对吧 所以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去串联的 那再切到我现在在做的内容推荐 因为email里面它有一个环节 就是你要去segment你的customer 背上他们的网路上的行为 他没有看过你的网站 他没有跟你购买过东西 以及他平常有没有在打开你的email 那用这样的一些behavior去分类我们的客群 他是熟客 还是潜在客户 还是知道你是谁 但从来都还没购买 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就是去分层 然后去做内容推荐 所以我会觉得email marketing audience targeting是非常大 这个发展的机会是非常大 那回到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做行销的 怎么能够不了解我们的消费者呢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 是还蛮算是核心的行销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对